現在邀請到我們的男主角 趙思碩 我們的大帥哥 柏宇上台 還有美麗的女主角 楠真 謝謝你們 為我們忍心這麼高的騙子 請坐請坐 然後還有小植 帶著你的女朋友一起上台吧 來小植歡迎她們 好那再來就是要請到 我們的良心貝果肯的 楊云真 柏欣雅 上台 好 謝謝 請到陳如修老師 為我們主持應後座談會 掌聲歡迎陳老師 好 請坐請坐 謝謝 好我們剛才看到良心貝果肯 這個劇組的 尋找舊情人這部片子 然後我認為說一個影片的完成度 除了說相關的一些設備器材 還跟電影員的掌握之外 最重要是可信度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片子本身的一個 一個可信度在於說演員的演技 還有就是 怎麼樣能夠引起觀眾的共鳴 畢竟大家可能都 或多少都曾經有過 所謂的舊情人的這個存在 所以我想這個片子能夠 引起剛才那麼多的笑聲 可能就是因為跟這些有關 那是不是這樣 還是請曾鈺跟 請亞稍微講一講這個片子的創作 一些想法 我要介紹一下你的劇組的演員 謝謝 好那我先介紹我 先介紹我們的演員 然後這位是我們男主角 郭裕 趙思索 然後下一個就是 席兒 詹乃珍 然後接下來是 小植 黃柏玲 以及小植的舊情人 夢夢 葉雲小 那剛說會想寫這個東西 其實是因為 我跟兩楊就覺得 我們其實沒有想說一個 很難懂或者是 我們無法操控的東西 那我們就想說 那從我們的資深經驗去想好了 那就想到說其實 嗯 每個人應該都會 有就是 或多或少的舊情人 那我們想 告訴他一些什麼 或者是說 他們對我們來說 又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那我們想要就是 探討這方面的東西 我們想要對他們講講話 這只是最單純一個 很簡單的小小的想法而已 對 對 應該是不是對 很對不起舊情人 才要做這個片 我覺得 這部片 我當時看到劇本的時候 我 我最大的感覺 就是 我覺得我們 生活啊 有些時候 有些事情 你不能選擇去忘記它 或者是把它放掉 丟掉 你只能 繼續帶著它 然後 靜靜的 默默的 繼續生活 這是我對舊情人的看法 好 當初一直到我接到這個戲 非常興奮 因為這個角色 真的非常幸運 因為席爾是一個很正面 有 呃 知識的角色 所以當初接到這個角色 很開心 然後看到劇本 覺得非常有趣 因為其實男主角是一個 其實是 落差很大 從一個很花心的人 因為 一點點小小感觸 讓他有所改變 所以其實 這也就是一個 蠻有教育意義的一個 讓大家有 省思的一個 一個片 就省思 因為你要懂得洗衣服 不然 流失了 就沒有再機會了 對 你不能抱得了 你不能抱歉 我跟你講 哈哈哈哈 他說他們找我看 然後我有點嚇到 因為我沒有救星人 我不知道怎麼入戲 所以你還在激情視作就對了 還沒有被他摸起來 還沒有被他甩過就對了 還沒有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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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對的 好 好 霧霧 霧霧 不是妹妹 霧霧 是 因為我是怕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要演什麼 我是 我到現場導演才能夠做劇情 所以 暫時被哥哥 脫屎 我想 我想這個片子 本身因為非常生活化 然後 也非常從自己的生命經驗裡面展開 那 是不是兩個 導演講一講 比如說在 執行上面 整個影片的執行上面 有哪些比較 覺得比較困難 也怎麼樣處理 然後怎麼樣排除的 要不要講一下 那講一下關於劇本 好 就其實那時候我們在寫完 那東西的時候 我們兩個其實有思考過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女孩 然後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主角又是一個男生 而且是一個大男生 然後我們那時候其實 有花了一些小力氣去問一些身邊的男生說 你們失戀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 然後我們有非常 就是 我們已經在盡我們的努力可以去揣摩 就是 到底身為這樣個性的一個男主角 他 在遭遇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會怎麼想這件事情 他會怎麼處理 然後 最後就是 我們就是希望可以藉由 一大一小的男生 然後他們相互生活經驗的調換 然後 希望能夠經營出一些些關於 就是 嗯 這個故事他想要傳達的東西 那 就是主要我們還可以請我們的 思索幫我講 因為他那時候正好在失戀 但是他現在有心情人 應該有了 對不起 其實我覺得很難說 呃 這個男生其實他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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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接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 多少會跟自己聯合 我覺得每一個角色跟我們演員 多少都會有點相似的地方 那只是比例上那個問題而已 那當然 呃 我最喜歡 其實我整部戲裡面是 我最喜歡 我跟那個 柏林的 互動 我很期待 其實我一開始 跟男生先拍戲 然後 其實我一直很期待 跟柏林之間的互動 因為我覺得 我跟他之間的互動是 有那種 反差跟 前後呼應的那種效果 所以 呃 在一開始的時候是我安慰他 然後我一做好像很 很不屑 然後 無所謂的這種方式去安慰他 但是 反而是他 他 他明白了 然後他來跟我講 而我自己呢 本身也 因為 喜兒關係 而發現 有些事情呢 是應該去 珍惜了 或者是 也可能來不及珍惜了 其實就是 已經是來不及珍惜了 但是 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能必須把它 放著 然後 選擇你去過 你想要過的 生活